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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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 自我就是这些东西 一二必须六根不处境 形成的这些东西 你决照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然后呢去修正就可以了 慢慢的就可以 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说 怕自己犯错误 也不要怕自己 谈成失脉也往错漏 这个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个人嘛 人没有这些东西 也不可能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你出来了 你如果不知道 这是很麻烦 你绝照 死都绝照 我贪出来了 我嫉妒出来了 我称恨出来了 好 到绝照到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不再去 分别他说 哎呀善恶 或者哎呀 我怎么又出来了 哎呀气死我了 你只要不要去 这样子去消 一旦绝照到 OK它就消失了 你只要不动 一绝照到你不动了 OK它就没有了 它本来虚幻嘛 它就会消失掉 知道吧 可能有时候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个称恨 你就看着这个 自己的称恨不动 你就看着这个东西不动 不动不动 它没你定理好的 它因为它是生命法 它没你定理 你只要不动它就懂 它一定 它一定就扮下去 它一定会消失 它不会持续很久的 只是你动了 你跟着这个称恨 你一进入 好了 你就是助长了 它的威风 就是说 你助长着它 这个称恨就起作用了 就开始伤害别人 如果你不动 这个称恨是没有力量的 知道吧 它只是个没力量的紫老虎 你一动它就变真老虎了 我告诉你 你不动 你就看了 你发现了 你就没气了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吧 对 一般都是你一觉照清晰的人 一觉知到已经没有 平时我们身体只是觉知不到 但是有时候你觉知到了 还在不断地放脾气 就是说那是气脉轰浊 有时候身体有病 气脉轰浊或者食热 或者身体 就是说气脉有些问题导致的 但是那个 如果你能觉知到 但是那个脾气还在的话 那个对别人的伤害也不大 有时候反而是种加持 就是说别人也不会记得到 因为里边好像没有毒 就是那个声音啊 你明显地感觉到 它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它就像打零一样 但是如果你这个东西进入了 你自我的东西 一旦跟它合为一起 那种狠啊 那种出口就伤人 真的像把一把劫 撑得就扎到他的心上去 还有修行的人 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尤其六根很亲近的人 他说话也很厉害 他轻轻地一句话 别人会受不了的 知道吗 因为他正料在那儿 但是就是看你说啥了 如果你一句话 一下子砸住他那个尾巴 如果他露出这些东西 你砸 你如果砸到 那就是需要很高 很强的慈悲心 就是你一定是为他好 你一定不是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要 否则他会很难受到 就是他一定露出一些东西来 你穿 就像一个针 就像医生啊 看到病灶了 哗 那个针就砸上去了 然后他只要 他能承受得起 慢慢他就好了 那一块 但是承受不起 然后吸气欲望 趁后嫉妒就过来 承受住了 就好了 那个病 一般这种事都是老师干的 知道吧 所以老师一般都得罪 就是这种 因为他一定砸他 因为他到最后 随着年龄的长大 他到大了 该有些东西该要砍掉了 是吧 他大了 他已经开始做事了 他要承担一些东西 他要是不改那些小毛病 他一定坏大事 所以你一定要砸他 但是砸到那个时候 他就要承受 承受慢慢慢慢 那是治病的 他自己是看不到那些东西的 因为就像一棵树 他在成长的过程 他长出一些纸牙 他自己不觉得 就说长就长了 无所谓 但是一个原地 一定会把他那些小纸砍 因为不砍这些小的纸桥 他就长不高了 他就没办法 他从这边 他吸取他能量 就耗掉了 所以有时候 你们将来也可能会做老师的 真正的上师 是所有地质的敌人 你知道吗 因为到最后 他是在砸他自我的东西 他一定是伤到他自我 一定一定 所以说 所以说尤其在末法时代 你要真的要带弟子解脱 你一定要触动他自我的 一定是他最痛的那个点 最自私的那个点 而且每天你要对着那一个点下手 你要不下手 他根本就解脱不了 那就因为染得太重了 那些东西你每天要使劲地刷 每天要在那一块刷俩刷子 你不刷 他啥时候能解脱 他啥时候他已经就像那些脉啊 全部粘粘在一起 就是那样的 就是说你根本 你每天刷每天刷 他那脉才能够松开 然后有一天才清洁 他才能得到喜悦 每天都要这样子搞 大臣菩萨在那个境界里 去征收到的东西 但是金刚成密成 他就是说肉体的 就是说他要丝丝寂寂寂 呈现在这个世界 就是说有时候 比如说当你在境界里 境界里有时候你打坐的时候 在境界里正道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不在我们这个时空 他在其他时空 就是正如那个境界 就是说所有的境界一清二楚 就是说怎么修 每个天人道 阿修罗道 哪一个道 他怎么修 他怎么从那一道解脱 在境界里边非常清晰 寥寥分明 但是不是说 就是说你不会迷糊的 每一个境界 你进入哪一个围城 都会很清晰这些 而且会就是说 跟在人道是没啥区别的 大城界大部分是说 在境界里边的事 所以他不是 而金刚成呢 他是说肉体在这个世界的视线 就是肉体 他已经跟境界合为一起 在密族 就是说他从气脉修 他要转 这个但是要 真正的把所有的气脉 全部转化掉 光化 甚至要光化 但这个光化就需要时间 不是说我们现在达不到 但是要把气脉 这个光化掉 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可能需要几十年 就是我们的每一个细胞 几十年都不可能够 没有时间 我们这个肉体血脉之躯 要光化还是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能够通过 桥器转化气 气可以啊 把气光化了 先把气光化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 五野通六神通 可以得到神通了 但是这个神通 不是很圆满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肉体 不光化 还是不是很圆满 不光化 等我 要求你 什么 就这么快 给你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